新奇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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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美好的一天就从每日灵良开始! 我是卑贱的,我用什么回答你呢? 只好用手勿扣!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,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 我其实在看这两章圣经,我前前后看了好几遍, 我自己觉得这一段,我每次在读这一段的时候,我就觉得很特别, 但是因为真的在去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, 就是不知道这一段要说什么, 可是我一直就觉得这很特别,就是因为我好像一直很想跟神解释, 很想跟神讲话, 他甚至到一个地方,他用手去呜口, 然后他说了一遍,又说了两遍, 里面一个急躁,一个很渴望说, 一直要想要讲一些话,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画面性的一段话, 可是我更想,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第十节, 当神在对他说,对约伯说,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, 就是以尊荣威严为衣服, 这个无论是荣耀庄严威容尊荣跟威严都是神的属性, 那神的荣耀庄严, 那神的荣耀庄严, 特别的他说,他虽然为神的儿子,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,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, 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因为当受苦的时候, 我们才开始学会, 好,才开始学会, 我觉得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, 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谦卑, 好,真实的谦卑, 好,前几天我们在读穆安德烈的谦卑, 我觉得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真的明白, 那个谦卑的性情制作在你的身上, 我最近前阵子看到有一个牧者他这样说, 他说时间是你挤得出来的, 时间,我们常说我没时间啊, 我没有时间读经啊, 我没有时间祷告啊, 我没有时间做这事啊, 说时间是你挤得出来的, 我真的发现是, 好像我们平常说没事没事, 有人说要去聚餐, 好啊, 好啊, 我有时间, 我都没时间, 我们都没时间, 有人说要怎么样, 好啊, 好像这件事情如果是你渴望做, 你怎么样都这个时间都有, 但是你不要做, 你每天都可以有自己告诉自己, 我没有办法, 我没有办法, 我没有时间, 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看重他, 神是荣耀庄严, 神尊荣跟威严的神, 如同我前几天讲到的, 站立在主的面前, 敬畏你, 主啊, 真的帮助我, 真的, 你是那荣耀的神, 你是那庄严的神, 你是尊荣的神, 你是威严的神, 鼓励你, 今天你可以有些好好的默想神的这四个属性, 如果你有领受到什么, 也愿你跟我们分享, 愿神祝福你, 阿们。